大家好! 陶載雙腳的撥毀 這個是打吾家統籍的基本動作 頂頭緣 來收下巴 放鬆胸口、背脊 鬆肌 放鬆手肘 放鬆手腕 放鬆隔 放鬆腳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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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的時候 耳朵 肩膀 放鬆腳伸 和腳眼這個位置 盡量對直 即是做的時候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很多人站的時候還是這樣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就會弄傷自己 所以 其實當你打拳的時候 其實也是 這個中正是重要的 跟著 你那個左右腳的重量分補 都是重要的 如果一個腳位的話 你以脊柱為中指 那你左右 就是左右的分關節 那個距離會相強 跟著你那個重量分補 是 盡量是一樣的 如果你搓在一邊 這樣就會歪 看好之後 放鬆 頭 盡量看回前面 如果你不要用眼去看 例如你用鼻尖 去對住一個地方 第一個動作 那你的頭呢 就會定住 因為有時候 眼看前面 就會變成這樣 你的頭 是會轉的 如果你用鼻尖 向前面 頭 就不會動 這條頸 就可以做一個 左右轉的動作 那其實你對那個 頸 這些肌肉呢 是非常之好的 即是 如果你是 例如頸肩膀痛 那 有時候動作 你就會這樣轉的 那你轉不了很多下 因為你會頭暈的 但如果你的身去轉 而你的頭不動的話 那你就不會頭暈咯 那有幾個好處 第一呢 你那個 頸椎那個位呢 就可以得到活動 但你都不會頭暈咯 那還有呢 再練功的話呢 你頭這個定點位呢 是維持在一個 穩定的地方 到你移動的時候呢 對你的穩定性 是大大提高的 OK 好了 這個板帶線 那你知道啦 放鬆 然後呢 如果你要留意到呢 今天天氣變了 澳洲 那我就穿轉 那你的影片會看得清楚些 就是 我膝蓋 或者小腿 這個位置 我再做 我就不會 這個是一個 不對的動作了 不要這樣做 千萬不要這樣做 那這裏呢 會定了 定了之後呢 你靠這個 做我翻關節的 左右轉呢 去提供 盤骨 左右轉的動力 好了 所以你見到我呢 我膝蓋 我膝蓋 我的小腿 會前後擺 前後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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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就不會左右轉的 是的 那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會再 我會留意到 就是說 如果你做得對的話呢 你的手 即你的手臂呢 是應該會 遲過 這個翻關節 出發的 就是說 如果 有些人會這樣 那我會不會 手動 但是我的翻關節 不動啊 那有些人 起勢地動的嘛 那又不對了 因為你這個動作呢 純粹 主要是連 你的身體的穩定性 在你轉跨的時候 身體的穩定性 學會怎樣 鬆肩沉爭 其實你主要放鬆 由這裏 由頸一路開始 落到手的肌肉呢 你全部都不要理 你用身體去感受 這個翻關節的轉動的時候呢 它所帶動的身體 這個鬆肛呢 其實它都會練習這個感應 身體的感應 好 那現在 譬如我正在拍片 那我就很簡單 把鼻子指著我的電話 那我的頭 不會怎麼動 是不是 那 那 那 我在旁邊再拍一拍 看著前面 那譬如說我現在看著那邊 那 那你會看到呢 譬如我手 我有一個落點位 那 當我轉的時候 在後面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裏呢 盡量是 譬如說中線 和腳的那條線呢 是雲尺直的 三條線 那我當我轉跨的時候 然後 你用這個跨 帶動我的 我的 大錐 就是 我轉 就是盤骨 那我的 尾雷在那個 中正這個位置 那我的腳一路上 上到那個大錐 那如果它們一起轉的話呢 那我這個肩甲骨 這個位置 它一定會動的 一定會和這個 搬關子 就是盤骨同步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轉跨的時候 我就利用這個軸呢 就帶到我上面 肩甲骨 這個位置 從而呢 就將我的手臂呢 就向 就是 垂 叫做 船 就是 帶動它 對 而通過 你放鬆你的手臂呢 那它就會自搖擺 那如果你的手硬了 就變成這樣 或者你的手走 那你也能達到我們要的效果 那你會發覺呢 那你會發覺呢 我頭呢 我會 就是我頭會定住 那我背就是轉的 就是這個轉的時候呢 你會感覺到是這樣的 它就是 這個中正是不變的 你那個 你那個 我不會這樣 這樣 當然是不對 手 手下 手背 你轉的時候呢 那我就 前後打 手呢 就會落到在 盆骨 這邊 位置 好像 腰骨 盆骨 這條 腰帶那個 其實大概就是 鋪頭帶這個位置 前手呢 拍的時候呢 大約都是 在這個位置 就是 盆骨呢 外面是兩塊 突起了的 就是大開拍這個位置 那 等你拍的時候呢 其實你那個 前臂 就會剛好 拍了在 單前這個位置 就是 如果你拍過來呢 你手臂的這一節呢 就剛好 拍了在 單前這個位置 而手 當你手在 後面的時候呢 你手掌 就是 向 後面的 那 你剛好 手前臂 這個位置 就剛好 會拍回去 命門 啊 腎書這些位置 那 他剛好 如果他落點在一起的話呢 那 其實他會有一塊 腎洞呢 剛好 鎮過去 那 這個呢 也是一個 練功來的 那 所以其實這個簡單的動作呢 其實有很多 肩環在裡面 一次過練很多樣東西的 是的 很多話說 不好意思 好 好 好啦 未收下 拍 的時候呢 不知道 鏡頭拍不拍到 你看到 其實我這些頸 這些位置 這些肌肉呢 會不停在這裡 活動著 那 他會放鬆 因為我們平時呢 很少做這些動作的 平時我們這些頸部的肌肉最多是做什麼呢 這樣啊 拿東西啊 抬東西啊 抬東西啊 第一件事就是抬肩膀 那所以呢 我們做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 放鬆這些肌肉啦 那對這個 啊 肩頸痛啊 肩膀痛啊 甚至乎有時候呢 那些上臂這些痛呢 都有幫助的 啊 我以前都是做一些辦公室的工作啦 啊 我以前做 事業工程啦 那 就做這些辦公室啊 E-mail啊 開會啊 文書工作都很多的 那 那可以呢 這些位呢 其實都痛的 尤其是背部這些位呢 就是這樣 那很痛 還有很累的 那 那 學了 太極權之後呢 那些肌肉呢 這些肌肉呢 啊 都 對這個 嗯 痛鎖 非常之有幫助 對了 那 那 那 記著肢膏不要擀它啊 啊 不要這樣擀它啊 那 直就行 那 其實是用 這個大腿 內側這些肌肉呢 去提供動物的 在其他影片都說過,如果你感覺到膝蓋是有壓力,即是膝蓋下面有壓力就不適合 但如果你覺得膝蓋上面這些肌肉,即是內側的肌肉是會有拉力的話,這樣就適合了 這樣膝蓋也是有幫助 每一刻一刻,其實他都有單前、腰背、按摩 都會練好一些經覺、放鬆手臂 還有呢,這個離心力就會把血液扯到手指尖這些位置 利用一個離心力,你聽到如果他收到音的話,拍的時候會有些聲音 那一刻拍,就並不是我大力打下去,而是他旋轉的時候一定會有個定點位 那你都等我定點位,拍下去了,才好再墊第二下,如果不然就變成這樣 這樣就是不對的,掌握這個節奏 這個節奏對我們打拳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甚至乎譬如說,將來出拳、出掌 你怎樣,你怎樣將腰掛的勁發出去 你都是靠這個身體協調的 所以在這個鬆裏面呢 其實練習很多樣東西 身體的中正、放鬆手臂、放鬆腳跟、腳腕、膝蓋 在這個轉動的情況之下,保持你的身體的平衡 腳底的重量寬佈 還有呼吸的配合 在這個情況之下,呼吸,有沒有什麼時候呼,什麼時候吸呢 其實就不重要 你其實身體是會找到一個和諧點 你什麼時候做呼吸,是令到你個人做得順暢 不一定要快的,慢慢打到一個和諧 所有的道理都在這裏 哎呀,結束了 好了,先錄著這裏吧,拜拜 拜拜